何丽玲也是自我管理非常棒的 你知道她的身材 比以前跟黄逸娇交往的时候还要好 她每天要跑步 而且她每天都把自己 整理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乐观 在昨天晚上突然传出来的 黄逸娇不幸过世的这个消息 黄逸娇在过去的采访过程当中 我跟她有几面之缘 她真的是偏偏风度的人士 非常温和的一个人士 而且蛮有才气的 那我也跟她几位认识的女性 我也刚好都认识 所以今天的感觉是非常的mix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要给家属一些空间 那我们来看到在这里 她在昨天下午5点11分的时候 她呢就是在内湖的文德路的住处 坠楼不至 最后的简讯是白冰冰说的 说黄逸娇在昨天有传简讯 给她的亲友说 请多多照顾 多多联系她女儿 那大家没有想那么多 怎么会突然讲这个 那黄逸娇的女儿呢 黄亚琳 她在做笔录的时候 她说父亲在疫情过后 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好 然后大概三四天之前 还一起吃饭 那事实上呢 黄亚琳跟她的妈妈 也就黄逸娇前妻 今天有去勘验 勘验之后呢 死因没有什么疑虑 所以他们就 不用再做解剖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今天 周玉寇跟何丽玲 是受到瞩目的 那周玉寇的部分呢 周玉寇在今天广播节目当中 她邀请四叉猫 当庭上的嘉宾 她就聊到生死 而且说到 阮玲的人言可畏 那她就说 在这里面 她很喜欢坚强 为生命奋斗的人 人生在世 没有什么是顺利的 不要跟阮玲一语一样 什么人言可畏 就是说 鼓励大家不要这样子 珍惜生命 请播1925 这个我们要备注一下 那至于何丽玲呢 她昨天晚上 跟白冰冰参加 白小燕25周年的 这个餐会 她活动听到了消息 提前离开 那何丽玲 我过去也认识她 何丽玲也是 自我管理非常棒的 你知道她的身材 比以前跟黄逸娇 要交往的时候还要好 她每天要跑步 而且她每天 都把自己 设定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乐观 我总是传礼以赴 我觉得这个神的意思 神跟全民眷顾我 让我有个休息的机会 我非常非常地 珍惜这个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